您現在收看的是產業先鋒隊 嗨 大家好 我是雨凡隊長 歡迎收看產業先鋒隊 這邊今天是2月14號禮拜二情人節 那在這邊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今天應該是餐廳應該是客滿的 要先定位了 那我今天看到大家有在談說 晚上要吃什麼 如果沒有定位還真的 我想你不用去訂比較好的餐廳 或者說助理我也是建議你 等一下八方雲集裡面或許可以買一下 對吧 奇怪 情人節吃鍋貼怪怪的嗎 不會啊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夠 就是這兩個人能夠貼在一起 那當然今天整個盤勢看起來 大家都在觀望說CPI指數是今晚 但重點來了 我今天中小勤股非常票漢 我現在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美股昨天四大指數都在上漲 那我們大家覺得說 那我們在等待 那未來是不是還在生生不息 也就是說生息的這個腳步的 它是不停歇的 為了要打擊通膨 我們再回來看台灣股市 那今天你所看到的 包括一些比如說餐廳 亞洲杖壽司 這群股票相當強勁 那美食KY也很強 來了 還有一種叫做電子股 那就妙了 我要先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台灣投資人 最喜歡操作的就是電子股 如果電子股的資金比重開始增加 也就是資金開始回流的時候 會跑到電子股身上的話 那麼這個盤面是非常的熱鬧 可是你看今天超妙的就是說 低價位的電子股 就開始反彈了 反彈就直接來漲停了 我有看到什麼 記憶體的 我有看到什麼 我有看到石英元件的 那這一類的股票 我們再來想一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過去這個族群在動的時候 必須要有人去拉動 那麼拉動的到今天 我們看到我們的測標 叫做化被動為主動 好吧 那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在這一段日子以來 一直提醒我們的投資人說 你有時候去看 那種拉回它是個機會 大家還不太敢 有的是我跑去追高 看哪些股票比較熱門 應該是要往上跑 結果追上去的時候 它是壓回來的 如果 如果 先假設如果 能夠用反向的思考去思考 那個拉回來的機會 我去承接的話 彈上去我去賣的話 那個反向的操作 我覺得會比較順暢一點 好吧 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昨天我們談檔股票叫拓凱 昨天漲停板 對吧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今天 我給大家看 我現在錄影的時間點 我給大家看 今天的高點來到204 開盤以後 啵啵啵啵啵開始往上衝 而且 它的試搓盤是 試搓漲停板 對吧 大家說 試搓都在搞什麼東西 每天試搓 試搓玩得很開心 一開盤全部變了樣 對吧 但是來了 如果試搓盤是 試漲停給你看 開盤又開這樣 開始往上 你是不是感覺好像試搓是來真的 於是乎就有人跑去做 今天量能出來了 昨天鎖漲停2536張 今天我現在錄影的時間點已經5000多張 在成交量來 一定有人做當中 變熱門股票 因為昨天的盤面上 那些漲停板的股票會讓大家注意 好的 那大家問我說 隊長你昨天在賀你的這個 隊員是漲停板 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跟你說 我的清代會員 好吧 昨天拓凱 漲停 賀漲停對吧 今天我做獲利調節 他說那隊長 你不是說那個產業很好 那我問大家 來請看K線 我問大家好 第一個 我量能出的時候 我本來就有設定我的停業點 如果今天你要有紀律 就是不要在那邊看他好像要跑到哪裡 我非要到什麼地方 一定要賺到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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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量都跑出來了 開始震盪了對吧 而且今天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電子股開始轉強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被動元件的族群 由國巨帶頭 開始再繼續往上衝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短線上有人做當衝的時候 他會出現震盪 而且到一個什麼關卡 叫做200塊整肅關 聽好 每道整肅關必然有震盪 如果前方有套道區 在這個地方一定有震盪 所以我會採取什麼 遵守紀律 設好停業 到達停業點 先短線獲利調節 這我的看法會是如此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追高 你拉回的時候 看那些股票的本質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長期來看 我們在看台灣股市裡面 我現在舉例給大家聽 那你這樣子會比較懂 為什麼說 我說長期來看 各位請看 我每個禮拜六的六點會播 產業先鋒對號 假日版的 我的第一集 大家請看 我的第一集叫什麼 叫做國劇 而第一集播出的時候 下個禮拜 也就是禮拜六播出以後 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 國劇 剛好 減資完 重新上市交易 好不好 就是那一天 所以你在他減資完 重新 重新上市交易之前 你看了國劇 我們假設看了國劇 那個時候 沒有人講被動原件 好吧 那我這樣子好了 好我們現在要跳回來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國劇 為什麼我要講國劇 大家心心想說 隊長在那個時刻 是沒有人講被動原件的 好啊 沒有人講 那不是很好 非常好 因為什麼 因為覺得被動原件不會漲吧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 產業先鋒對 我看那邊一個缺口對不對 那叫減資重新上市 減資重新上市的一個缺口 在這個地方 來觀察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說 我現在給大家看 各位 這裡 這個位置 到這裡 547 這裡多少 10月31號 收盤367 這邊 547 好吧 然後 拉回來 今天再往上 有一個外資 他調高 國劇的目標價 調高到900 自己看新聞 好不好 他調高到900 現在國劇500多 他調高到900 不禁讓我想到一件事 請問你怎麼不在300多塊的時候講了 調高到600也好 300到600 你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跟大家談 國劇的未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產業趨勢 我講的那個說明書 就是說產業面它是個說明書 我先說明給你聽 為什麼國劇過去在併購的時候呢 他要走 走這個方向 我要現在併你這家公司 因為你有什麼客戶 你有什麼樣的技術 我要併你這家公司 我不但要技術還要客戶 好吧 那重點來了 要技術要客戶 要品牌 於是乎 花大錢去併 花大錢去併 整合以後 你就會發現 本來它是走立基型產品的 所以它毛利會拉升 對吧 那現在有個重點來了 在過不久以後 所謂的高階的MLCC 這個被動元件 未來需求會創造出來 而且外資在看的就是 國劇的在這一塊 可是我在看的是 國劇在走車用的這一塊 所以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股價來到高檔 外資在喊出看到目標價看到哪裡 國劇開始又往上漲 那我問大家 當你回來看那一集 叫做國劇的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第一集看國劇的時候 你都不會想這個被動元件會長 而且先長的叫國劇 好吧 那你說怎麼辦 那我當初如果有參考的話 那我手上有國劇的人 我現在都有多開心 超開心的 即便現在外資喊了一個數字 又喊到 你知道過去的國劇 外資喊四位數嗎 你還記得嗎 當時的國劇拉高以後 外資喊到那個 宇宙外太空的那個目標價的時候 大家說哇塞 太棒了 那個時候再多投 國劇的股價在幾位數 你回去查 如果當時你曾經買過國劇 你是因為外資講的目標價而去買的話 你就會發現原來你買到最高 我現在再回來看 當時我在講國劇300多 現在500多 外資喊900 那我問大家 那到底誰看的比較早 我的意思是 每次我們看產業 我們早就提醒大家 我說你去注意看 未來它會有爆發力 注意拉回市機會 我都常這樣跟大家說 如果你說國劇 電子股 好吧好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檔好了 第四集講中興電 我為什麼重新回來講中興電 而且我節目常常講中興電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我今天在看股票的時候 我是說 我覺得這檔股票 未來它的產業機會相當大 講了很多有沒有 大家會 常常會不會說 隊長什麼在洗腦 你講了好幾次以後 我腦袋裡面都好像已經放在這裡面了 也就是說 只要有人跟我談中興電 中興電是 我跟你講中興電我很熟 中興電它有什麼題材你知道 太陽能光電廠的 風力發電有沒有 輕能源有沒有 充電站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耶 所以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如果有這麼多題材 如果獲利良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再生能源 所以 來大家請看 你去看 我現在把它縮小一點給大家看 你知道那個 那個低檔的位置是沒有人要買的 然後呢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到今天的中興電 發生什麼事 創高 等一下 中興電股價再創高 不是今天耶 請問它電子股嗎 也就是說 你看這個波段走得怎麼樣 創高 拉回整理 再創高 拉回整理以後再創高 拉回整理 再創高 這叫什麼 漲不停 好吧 好吧 那各位 如果今天中興電漲到這個位置 我跟你說中興電很好 那就 那就不對了 什麼意思呢 股價走高以後再跟你講很好很好 但是我現在為什麼要跟你講 中興電 為什麼提醒大家 每一個產業它都會有領頭羊 每一個概念它都會領頭羊 當領頭羊出現的時候我們後面就會有股票跟 什麼意思 當我的產業前景看得也很好 當我的獲利能力提升的時候 中興電能夠這樣走 當然就會有別的股票會出現 同樣的走勢 好了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你說 我們要關心那個CPI指數 要不要害怕 要 我跟你講你不怕也不行 好什麼意思呢 你還是要擔心市場的反應 所以在今天 我們看到成交量 他也沒有放大 可是重點來了 電子股回神 好不好 電子股回神超重要的 那第二件事情 我講的 化被動為主動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到 一群被動元件的族群正在挺進 國巨帶頭 好吧 國巨帶頭 你回來看台積電 給我們看台積電 546 你看國巨 542 兩個股價差距到多少 沒有 未來誰會漲得多 那你們會仔細慢慢看 因為這件事情 我在我的盤中直播 早就跟大家來說明過了 我說為什麼 第一個看股本 第二個看 我覺得看那個公司的老闆 他們的講話態度 你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很妙 就是說 一 陳泰銘的講話 好的國巨的老闆講話 跟台積電的老闆 他們在發言的時候是有兩種不同個性的 而且他們手法是不一樣的 那我這樣子來看的話 國巨長遠來看 確實是不錯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高檔這個地方它會有震盪 一定會有震盪 股票要趁拉回的時候去做買進 然後如果今天你要做波段 中間不能怕震盪 如果你要做短線 設好你的停意點 也就是停力 你要賺10塊就10塊 12個12 15就15 賺到一定把檔 你說 隊長我跟妳講我上次設好了 Q一下穿架過去我就成交了 然後他衝上去 我本來可以賺20的 我只能賺15 那我拜託大家想一下 你後面買高的人 他有他承擔他的風險 上檔會有震盪 落貸為安 短線落貸為安 嚴守紀律 才是上策 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股票還是會震盪 好吧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當然我們從今天這個 整個盤面上來看的話 還有很多關注的焦點 我一直認為 在公率半導體這邊 可以特別注意 而且今天短線上 這些低價位股 我隨便舉例 以石英元件來講的話 台加塑其實去年賺的蠻多的 但是如果你進去裡面看的話 其實如果以去年賺的蠻多的情況 是這樣 短線上 短線上突然拔起來 可是以中長線來看的話 天啊 他也跌了很多 這重點 中長線來看的話 他已經跌了很多 在這個情況之下 短線上 現在要反應的會是什麼呢 大家說 元月營收發佈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的營收並不好 沒錯 我已經在節目上講說 元月大家在農曆的放假 這難怪 這工作天數減少 營收不會太好 營收好的已經反應了 營收不好的也反應了 要反應什麼了呢 接著反應年報 也就是我去年 美股的獲利 要反應的是什麼呢 我再講一次 既然我們對CPI指數這麼重視 就是來自於說 他對通膨 FED對通膨 他在升息上面 他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來壓制通膨 好那相對的 能夠對抗通膨 能夠對抗波動的叫 高股息的殖利率 你賺的多 你配的好 那麼殖利率就會比較高 好吧 那我們從這個方向來思考 很多股價現在都修正的很便宜 但我去年賺了很多錢 但我還沒有發布 因為大家在看的通常都是 前三季的獲利報告 然後加上第四季出來以後 加總起來 年報就出來了 當年報一出來 股價在第一檔都還沒有反應到 請問要不要反應 要反應 為什麼 賺這麼多錢 然後接下來就要考慮 那你怎麼配發股息呢 你知道這時間過得有多快 今天是情人節了嗎 我們接下來的節日 比如說我們要放廉價 然後再過來什麼 什麼節 一年其實跑很快 從過去的那一年 我們看到深深不息的FED激進的態度 導致股市大家人心惶惶 到現在今天大盤沒有放量 但是很多股票活蹦亂跳 你都會覺得說奇怪 都不怕嗎 如果明天震盪之後 台股又恢復了一個生機 我現在跟大家說 你千萬不要忘了 在我們第一季的年報效應就來了 所以原則上我認為 它是個非常好的機會 什麼意思 雖然在等待CPI的公告 指數的公告 但是我覺得積極買盤 已經早介入了 這個不是已經在今天 前面都已經介入了 現在的股票的上漲 它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可能有疑慮 但是不會比去年來的糟 我問大家 你心裡會不會這麼想 因為去年是非常糟糕的 那個在升息的角度 實在非常快速 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那是不是好機會 當然是好機會 所以呢 我隊長在那邊提醒大家 那我今天看這個盤 這是很妙的是 成交量到現在是 預估是大概1700多億 大盤指數漲了100多點 那如果這樣子看起來 很多這種中小型的股票 我覺得它還沒有漲完 大家聽好 我真的沒有漲完 那我現在目前這樣子來看 來這是一個機會 所以我要把這個訊息告訴大家 好來了 我剛剛講過 前面我們所提的 那這一些 我們曾經講過的這一些股票 這一些節目 麻煩大家有機會 自己去看好不好 如果沒有看過的自己去看 我等一下會跳一下 把我的QR Code給大家看 來這邊 這個是YouTube 我個人的頻道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 國劇當時我們怎麼講的 中心店怎麼講的 麻煩各位去看 前面的第幾集 上面都有標 請掃描這個QR Code 好吧 那另外呢 再提醒大家 如果還沒有加入我的Line好友的 麻煩各位請加入 那我現在要開始宣布一個訊息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昨天如果你有看節目的話 我們再拓開掌停 對不對 那它亮燈掌停了 我還是要告訴你 不要去追高 好不好 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那個基本面 我採取的動作是我買進以後 但是我設好我的停力 一旦到達我要的獲利的 我一定賣 我不會在那邊觀望 什麼叫觀望 我可能等一下再多賺一點 我不會 我下指令是很果斷的 下了就是下了 你往上漲都不關我的事 我錢已經放口袋了 這重點了 大家聽好 那一組是清代 有拓凱那一組 我直接跟大家講 所以我的清代會員 你在看 你在看我的影片節目的時候 你很了解我的操作 那大家說 實在是不了解 那你操作這麼快 上次八貫也是 突然上來之後 你就把檔 拉回來 你又跑回來接 然後上去 又賣掉 等一下又賣掉 對 同一檔股票是這樣操作 那是來回操作 那我問大家 那既然這樣可以來回操作 可以賺錢 請問你不會嗎 不一定吧 為什麼 你覺得他在往上衝 結果震盪 往下 結果就爆上去 結果又爆下來 是不是 有沒有很多這種情況 是爆上去的 上去的 你沒有射停力 你覺得我看什麼時候 我賣賺比較多 這搞不好會漲停 應該會喔 都沒賣 沒有採取動作 等一下震盪 下來了 不要忘了 每天都很多人做當衝 是吧 衝馬很亂 下來下來 不是我本來可以賺十塊 怎麼回來又回來了 怎麼現在又沒有賺了 再等一下 再上去 我跟你講你資金就放在那 再爆上去的爆下來 爆上去的爆下來 就是這樣子 對吧 那好了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 是有的 我現在跟大家說 各位 今年現在是二月 也就是我們在第一季 如果你要去想 明天以後 什麼意思呢 CBI指數公告以後 到底股市會怎麼震盪 還是怎麼樣 未來會不會好的方向 我告訴大家 未來走的是一個好的方向 而且你從電子股身上去 看到一個端倪 什麼叫端倪呢 我中低價位的股票 現在要表態 我直接拉上去漲停 什麼意思 我去年獲利很好 接著還有很多去年獲利很好的股票 會陸續開始丟出來 你慢慢看年報 你就懂得那個效應 我認為很多股票 它是很委屈的 成交量沒有放大 所以它在那邊什麼 它在整理 它明明獲利就很好 為什麼 我可以掌握到 我可以掌握到 我先卡位 那我問大家 先卡位的意思就是說 我舉例 上次我講八貫 我先卡位 在它發佈獲利前 卡好位置 它發佈獲利後 請問有沒有創高 有 有創高 我問大家 卡位的時間點 卡好以後 它放量開始往上衝 我只有考慮 要不要賣 哪個點賣 就這樣 沒有很困難 但是通常大家不會這麼想 盤面上這樣 看著 看著一大堆眼花撩亂的 現在看著一大堆節目 講了熱門股票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去思考那些熱門 現在正在攻擊的 不是嗎 很多人都這樣子 沒錯 隊長你講的好像是真的耶 就是 其實也不是很了解 就是講什麼 我們就 對喔這個今天有在攻 我們來買個一兩張來試看看 有沒有 你不要這樣 如果你哪天這樣子追高 中了以後 兩張是不是 又不是一檔 你還有看別的股票嗎 你也來個兩張 來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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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了 就一籃子股票了 就越買越多了 越買越多 不但沒有辦法好好注意 你還不知道怎麼去設 你什麼地方要跑 懂我意思嗎 資金稍微集中一點 好跟大家說 好來我來提醒大家 這個方案請大家注意 注意看喔 財氣爆發兔年168 還有跟大家講 清貸體驗營 清貸 我剛剛講了 昨天 你有看到我測標 我們在賀長庭 內組會員清貸 現在講的就是清貸 代你賺不停 好我要注意聽喔 買一送一 限額30名 好不好 等一下 你可以用打電話的 或直接在like at裡面 直接講我要 因為這30名 30個名額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現在的操作 要有足夠的時間性 要有足夠的時間性 而且是 我的清貸的部分 這一次 這麼好的優惠 這麼超值的優惠 等於是 一季 再送一季 好不好 你有足夠的時間 而且價格非常的優惠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你如果覺得說 我身上有一些資金 但是呢 我就是不會 我就是沒有紀律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設停役 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去卡位 這有兩個關鍵點 一 叫做卡位 我前面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說 當我去買八貫 我是卡位 當我去買拓凱 我是卡位 當股價上去 我是獲利 什麼意思呢 我設好我的停役 所以我腦袋有了想法以後 我去卡位買好股票 一往上走 一放量 一攻擊 準備怎麼樣 變成現金 拉回來 放在口袋裡 各位你知道嗎 有一個關鍵點 什麼叫關鍵點 我們對產業的了解 我們對個股的認知 在我們出手的時候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出手 你不出手 所以我今天這句話 我是要跟大家講 我說畫被動為主動 通常也會形容被動原件 突然好的時候 大家會用這個畫被動為主動 他終於他是被動原件 超被動的 來了 他是主動出擊 各位你也是 你不能永遠踩在被動 被動方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今天 如果說對這個行情的掌握度不好 但是身上還有資金 你也想在今年的兔年 你好好的想要能夠賺錢 你知道賺錢是要累積的 他不會一天就讓你就夠了 不會 不要想 沒有那一日致富 不然你去簽樂透 你去玩樂透 你去買威力財 一夜致富 股票市場不會一夜致富 我現在跟你講 你需要時間 時間拉長 接著你的進出很重要 所以我再講兩個點 一個買點一個賣點 對吧 那買點賣點講起來好像很容易 不容易啊各位 我再跟你講啊 如果當你今天還有中興賤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哇 我在隊長你講的是對的 什麼意思呢 它的走勢叫漲不停 為什麼有些股票 我認為它是漲不停 它可以漲不停 中間可以做波段 也可以做短線 有些股票 我認為 短線潛藏即可 它叫熱門股 當我回來看盤市的時候 我就會 我就有很大的這個體會 就是說 當我看到大家手上的股票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咦 奇怪 你怎麼跟我會員買的位置都不一樣 不是 我這時候在調節 為什麼你跑進去買 也就是說 大家對那個高點沒有概念 你懂嗎 對那個點的壓力沒有概念 所以你會認為說 既然產業這麼好的 所以我現在去買應該沒問題吧 不對耶 所以短線上它有個 拉出一個漲幅的時候 它必須要經過震盪 所以拉回才是機會啊 不是要去追啊 這才是獲利的關鍵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你說 我看好了某一檔股票 我覺得說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就來個來試看看 我跟你講你買到高點 因為你沒有規劃 我在跟大家說 因為你沒有規劃 如果當一旦沒有規劃的時候 對不起你真的很難操作股票 你說你今年 要把去年 這個賠的把它賺回來 不容易啊 因為你沒規劃 各位聽好 是沒有規劃 看到什麼 想到什麼 是吧 好吧 那如果要有規劃的話 那可能我來協助大家會比較快 然後我跟大家說 來 這個是上禮拜的節目的股票 你去想看看現在國巨大漲 現在鴻海也穩穩的 也是未來的附頂 我覺得機會很大 但是它是波段 大家聽好 它是波段 我的看法是波段 為什麼 短線上在這邊震盪完畢之後呢 它的量能還不出 量能還未出 但是注意聽喔 它年報要公告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不是只有賺八塊啊 八塊是前三季啊 所以要加上第四季啊 這種股票後面就會往上 帶量的時候 就是會上工 這我的看法 所以當今天呢 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做股票 如果有人帶 當然會比較快 但是呢 我要提醒各位 你的資金 你在現在這個市場裡面 要好好的運用 設好庭力 好不好 設好什麼 買進點 不是要去追 真的不用追 來了 這再跟大家講一次 這只有30個名額 如果你覺得說 隊長不然你來帶我 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想說 這多貴怎麼樣 不要想這個問題 你只要想你要不要賺錢就好了 好不好 你要不要想你兔年要不要賺錢 而且時間足夠 時間足夠為什麼 買一送一 一季 再送一季 你說這時間夠不夠 因為它已經跨到什麼 它跨到要除息的日子 所以各位在這個震盪行情裡面 我提出了這樣一個方案給大家 財系爆發兔年168 好 注意聽喔 等一下請你先撥打電話 或直接在LINE AT裡面留 我要 如果還沒加LINE AT的朋友 麻煩各位先加LINE AT 加入我的好友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這名額滿了以後就沒有了 那我也要跟你講 清代體驗營 麻煩各位 你現在有些資金 想要賺錢 請你趕快進來 卡好位置 你不要讓這個30個名額被別人拿走 為什麼 接下來你就知道 你就會知道說 有時候測標打出來 喝什麼什麼什麼漲停 你知道我那個獲利有多快速嗎 對不起 你不知道 麻煩各位請來體驗 好吧 只有30個名額 買一送一 撥打電話 或在LINE AT裡面留言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見